看到这个立委补选呢 昨天国民党可以说是这个惨败 马总统昨天的脸色这个非常的难看 在离开总统的服饰 大家看他呢真的是非常的凝重 本来呢被外界视为说呢 这个合体之后呢 可以发挥在第一战当中 会有什么样的实力 拿出来金小刀第一战呢 就吞下了败机 党内已经出现了杂音了 就痛批说 这个马金合体听不见地方声音 只会高喊改革 吃错补药 当然会吃败账 实在说得太惨 金浦聪败选记者会上 脸色铁青 不像以往 一派自在 对党内炒红是消失的党主席 开票时总统没有坐镇党中央 败选后离开总统府 实在笑不出来 也不能说什么派思想 就总体的大环境没有明显的改善 那么蓝军的支持者 等于缺少一个鼓舞他出来投票的动机 我觉得这个基本的因素 从党或者政 都必须要深切的做具体的检讨跟改进 金浦聪也说要检讨 但党内好多人看着国民党 从去年三月立委补选开始 一路越输越谈 实在很担心马主席和金秘书长 号称的铁三角 能拿出什么具体办法来 政治就好像维他命一样 均衡 资委 应该多元多面相 而不是说 你这个体制想怎么做 你应该多天天天地方一见 你不要弃之如碧驴 以前来讲的话 改革的动作 还是没有办法得到 这个有多数人员的支持 改革的力道要加强 金浦同有雄心壮志 要让国民党化身变形金刚 马金合体要放眼2012 没想到金刚一出手 竟被K的七零八落 学院新闻 最后报道